好房子难道就只有耳网有吗 那对于你来说好房子标准是什么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好房子标准就是 第一首当其冲 它要location地理位置要好 然后它的学区要好 户型格局要好 有采光 然后让我觉得很舒适 然后房子呢又不能太老 因为新的房子啊 维护成本比较好 也比较小 不会像很老的房子 有很多这种维护的开支 那从它的占地来说 也是比较大的比较好 要有私密性 跟邻居不能隔得太近 小区呢 我觉得加分项就是 它要统一的规划 然后最好呢 再给我来点带景观的山景房 这样子就会比较好 如果泳池再加上一个五根泳池 这个可能就是完美的选择 那今天带大家去看一套房 这个房的位置呢 我先不告诉大家在哪里 然后跟着我们 你先去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它的外观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小区整体环境吧 小区整体环境就是非常的安静 然后规划的也非常的整齐 因为这个地方呢 白人居住为主 白人在这个城市占到73% 三点多 然后亚裔呢 有11点多 所以整个小区还是以白人为主 所以看到这个 到了这个万圣节的凤围 你看这家的这个万圣节凤围 真的很厉害 门口弄了这些喷火龙 然后我刚看到一家最厉害的是这个 我觉得海盗船的这一家 这一家简直是太厉害了 有没有看到它这个二楼的屋顶上面 自己挂了一个海盗船在这里 哇真太酷了 这个 一进来是它的入户 它是有中庭的 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 进来这个是它的中庭 并不是它的院子 这也是个单独的房子 对 哦这边左边吗 看一下 左边这边是一个单独的子母房 可以当一个健身房 或者是做一个卧室 那客人来的时候住在这里 其实是蛮好的 后院 好挖了一个泳池和Spar Jacuzzi 这个地方是下沉式的 可以坐在这儿有火炉 然后整体的view 没得说 山景 景观房 待view的 非常的舒服 在这个地方 我能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风吹过来 灰条凉爽 这个地方的气温呢 比耳光要低个几度 所以还是非常舒服 就是以居住的气候 好 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 一进来呢 下面就是先有一个大的这样的条高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入国设计 非常的大气 楼梯都是铁翼的 这边它是那边的中庭和左边的这边的后花园是贯通的 然后餐厅的区域呢是非常的 就是区分开来一个独立的一个餐厅区域 这个格局划分我是蛮喜欢的 然后餐厅这里直接可以望到我前面在后院给大家拍的那个景 这个绝对棒呆了 然后通透 非常的通透 这个是一定要强调 你站在这 我下午是一点钟左右 现在拍视频的时候 阳光非常好 整个房子格局方正 然后采光也非常棒 厨房呢是一个中央很大的正方形的倒台 然后用了subzero的冰箱全部都是Wolf的 这边厨房过来 这边有个很大的pantry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车库 无处以外 一个双车位 虽然说是双车位 但是它这个 其实这边有一块区域有点 就是多出来一块区域 其实可以做其他的用途的 我觉得这不错 车库很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powder room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备餐区 这个对于华人家庭 其实可以把它改成中处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通室外的 这地方如果改到中处的话 跟这边厨房也是相连在一起的 空间还是很宽敞的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地方不要错过了 楼梯下面还有个储藏间 来看一下 OK 让我们现在上来 二楼 这个地方 它一进来的这个地方 刚刚进门抬头没有看到 就是这有一个飘窗的设计 整个中坪一进来 这个调高的楼梯入货 这个玄关好好装修 味道会是一个大方 然后上来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它的 一个走廊 走廊这边可以摆一下画 很有艺术的气质 然后转身过来 楼梯一上来就是一个loft loft对的是街道 很大这个loft 没有任何缺点 带窗 够方阵 然后loft这边 沿过来 是它的主卧空间 主卧这边 这个不是主卧 说错了 是客户 你看洗手间 看出来不是主卧 很方阵的 这个拉起来 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看一下拉起来 这个房间是看中坪的 中坪如果好好做一个景观 是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过来 这里就是一个 它现在做了一个健身房 也是一个卧室 现在做了一个健身房 可以做一个书房 我觉得 这边有一个权位 在自己的人域间的 然后这边进来 这边还有区域 我们一会看这个 先看右边 走廊过来 这个是主卧 前面那个说错 这个是主卧 主卧上面 它还把层高做高了 远处是篮球场 远处是篮球场 绿地 桥地 桥地 还有集球场 这个景色是 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个地势很好 群山环绕 房子看到现在 我觉得这房子 没有任何一点缺点 这边是它的 哦 给它靠 应该是它的 closet 一秒间 这边是它的 主卧浴室 哦 这个 很大 这个浴室 这个是我喜欢的风格 就这边 这边过来 左边是它的 laundry 洗衣间 这洗衣间非常宽敞 带开窗带水槽 然后右边是 它的次卧 OK 开完房子呢 带大家来喝杯咖啡 因为这个咖啡店 是我朋友开的 我经常来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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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带大家去看一下外面 外面还有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 一个庭院 好 那么房子现在看完了 跟大家揭秘一下 这个房子在Rentual Mission View 后 离R1开车 只要20分钟的距离 那这个房子的数据呢 跟大家公布一下 这个房子 5房 5.5位 室内3374尺 要价 只要247万5 然后它整体呢 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小区 房子呢 是2017年建的 整体占地面积也很大 5500多尺的样子 所以我来聊一下我的感受吧 那从硬件的角度上来讲 250万不到的价格 你在R1只要开车20分钟 就可以买到景 买到五房 买到占地 买到学区 相比耳王来说 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那同样的房子 如果你要去看Portois Spring 看Ultra Hill 那像Portois Spring的Cielo 它上一期 有景观的房子 卖到了380万 像Revalo 在Ultra Hill的房子 它卖到了400多万到500万 现在在景观的房子 同样在Rentormation Video后 你只要用250万不到的价格 你就可以在硬件上 买到同样的品质和生活质量 也带了同样的资源给你 比如说学区 软件上面我们要聊的话 绕不过学区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的学区是8分和10分 所以它在跟R1去做对比的时候 它的学区甚至比R1更好 因为它有一个10分的学区功力上面 那如果要说私立学区的话 这个地方离私立的学校也非常近 比R1还要近 对于想去上私立的孩子也不错 因为我们在视频前面也说过 这个城市整体的人口是白人居多 74%多 当然也有亚裔这样的百分之十几 所以对于如果说要来南家居住 带着孩子过来 这个城市对于孩子受教育和融入美国社会来说 我觉得可能比R1更好一点 因为这里的美国的文化更多一点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要观察到一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人与自然的结合也非常好 因为从镜头上你看到 这个地方它是连绵的山脉 房子会被群山环绕着 你望出去的景观 是非常有大自然的感觉 当然你说Otcher Hill和Portois Spring也有 但是很大部分上面来说 Otcher Hill花果山和Portois Spring 它的那个山和Hill的感觉 是有很强的人工的痕迹 因为它确实存在说 后期填土修整做出来的房子 那这边呢 是完全在大自然山脉当中看出来 气候这边也比R1更凉快一点 有微风 因为它地势更高一点 山脉的分速的流动 这里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人与自然的结合 这里我觉得会比R1更好一点 配套上面我觉得也很方便 因为这周围 不管你去新港 不管你去最近的这些shopping的plaza 你开车也就几分钟就有 那如果是从房子保值的角度来说 其实你知道吗 Renture Mission Vehicle这个城市 比R1的房子在过去时间当中 涨得更多 可能大家很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到了R1 因为R1是一个很有流量的词 但其实对于整个Orange County城市来说 除了R1在R1东南边 比如说Laguna Laguna Niquil Laguna Hill San Juan Castrino Renture Mission Vehicle Mission Vehicle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城市 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中文里面经常听到的 拉德拉牧场 这些也是不错的地方 这些房子整体来说 没有R1的房价那么高 但是性价比确实又远超R1 如果你要考虑R1之外的选择 你不想去花300万400万500万 去买一个像R1那样的Single Family 或者是小独栋detached condo 但同样又要买到教育资源 买到同样房屋的品质 甚至带景 然后长期这里有一个10年的规划 Renture Mission Vehicle 所以这里的房子也是很多人觉得说 是现在最好的入手的点之一 很多建商在这里发展 因为建商他来这里是做过研究的 他看好这个地区的未来的发展 所以有全美几乎所有大街上 都在这里有自己的楼盘 那这个地方确实可以是你作为R1之外的 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套房子 欢迎给我们点赞收藏 甚至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我是Richard 一个来自华尔街投行的地上经纪和投资人